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節天氣報告,我是陳欣俊 受到東北過後風的影響,今早天氣都挺涼 天文台六島的最低氣溫是17.0度 是今年入秋以來的最低紀錄 天色方面也不錯,雖然昨晚雲量比較多一些 不過日出過後,雲層消散,變回晴天 各區的最高氣溫就去到23度左右 下午的時候,天氣也挺乾燥的 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60%或以下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,我們可以看到 廣東沿岸的雲量不算太多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的天色仍然會不錯 預測將會是大致天晴 明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18度 新界會再低兩三度 日間天氣乾燥,最高氣溫大約會去到24度 風方面會是吹和喚的東北風 而長遠一點的天氣情況 我們可以看回電腦的預測圖 預計受到強烈的季後風補充影響 下個禮拜,華南地區的氣溫將會逐步下降 風勢也會變得很大 我們也展望星期日的日間仍然是溫暖 去到禮拜一就會轉涼 下個禮拜的中至到後期,氣溫還會進一步下降 最低氣溫只是去到13度左右 大家要記得小心身體,不要懶惰 天氣就看到這裡,再見 再見